大家好,今天咱们聊点这个政治什么相关的,就是以外的东西,我这个人呢,世界杯我看,但是总体人对这个足球其实并不太感兴趣 世界杯的话,我自始终呢,就只是支持这个德国队,这个就是从02年吧开始,就算是,那会那个就是坎嘛,特别牛逼 这个就是金毛狮王,意义之力把这德国队呢,就是非常,当时非常牛,于南的一个球队啊,带到了这个就是亚军,挺牛逼的啊,从那个时候开始粉德国队,到现在也是啊,但是其他的什么你说中国队啊什么的,唉就算了,真的中国男足从来不看,基本上就是小学的时候可能,哎呀,大伙那个就买,后面买那个球衣啊什么的嘛 那我当时就不懂啊,就是顶多这么上,就知道什么上海真话,北京国安,呃,鲁能是吧,这个,当时有一套那个北京国安的队服啊,北京国安是第三还是第几号,但是当时就谁还不懂,就就觉得哎,挺好看的就买了啊,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男足一直以来就特别的拉胯嘛,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,就我就更不看了,对吧,那会儿就就看什么NBA啊什么的,哎,不看那个男足什么,那你看那个东西赌心嘛,全国人民拿你当笑话,有意思吗,对不对 所以啊,就是,呃,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,偶尔呢,跟就跟中国呢都相关的哈,这种,呃,新闻稍微看一看,但不是特别关注啊,呃,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呢,就是 大家可能也知道,呃,这两天有几个油管的up主呢,聊了一下这个事儿,什么呢,作为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,就是龚汉林啊,呃,在这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,就讽刺这个中国男足 其实人家没讽刺,人家说是某国男足,是吧,这个怎么着的,而中国男足呢,就,就觉得,哎呀,你肯定是在说我 啊,所以的话呢,哎,就这个,就怼他嘛,这个,管理说了好多那种什么,哎呀,打有些流量明星啊,赚钱这个什么的,哎呀,然后有的这个,有,有些这个国家队啊,这个踢球什么的,哎呀,进不去球,然后还花,花好多钱,怎么着 嗯,后来的话呢,这个男足呢,就,有这个男足的解说员,啊,还有这个什么,是,是个女的吧,我以为是叫陈薇啊,什么,我忘了,就是那个,骂他 呃,然后大家事后证明说,这个女的为,这个,在这个直播里啊,或者什么,他也骂中国男足,但是为什么他会反对这个,龚汉林呢,是因为,就是利益嘛,对吧,这个,这个女的据说是搞那个, 这个,他是足球解说员的同时,他在搞什么足球训练营什么的,这个好像是,反正说的意思,就是举办一期吧,就不少收钱,那个,就孩子放假,对吧,这个一个月,两个月,什么的,这个,因为我的一个,就算是我的,我的侄子吧,大篮球特别好,他被雇的那个,当教练什么的,就人家一天给他,就不到一百块钱,差不多,但是收的时候呢,就,就收那些学员的话呢, 就是一个人,两三千这种,就是一个月啊,怎么着的,啊,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吧,所以的话呢,可能这利益关系吧,然后那个,呃,国足那个队长叫冯潇婷,我不认识这人啊,就是我听过这个名,啊,然后呢,也是那个讽刺,然后记者采访嘛,冯潇婷说,呀,那个,我,我,我退役了,我不,我不踢足球了, 我把这个位置让给孔汉林,让他去提起吧,你说这个就,挺没劲的,当然最新的消息啊,最新的消息,这个就是冯孔,啊,冯孔老师也下场了,冯孔老师也下场了,说这个,啊,就是这个,就是占这个,占这个孔汉林,就是那个,说中国男族不好,怎么着的,反正我觉得啊,中国男族啊, 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了,没有脸,真的,呃,你像那个,那个,范志毅那个,就批中国足球那个,就非常经典,大家拿来,上B站上一搜全人视频,各种恶稿上的,太深入人心了,范志毅几句话,真的是就是把这个中国男族啊,就批的是,就是怎么说一无是出,你要,大家要知道这个中国男族不是说现在他就这样,就是他以前,他可能比现在还好一些, 但现在就真的感觉就是没皮没脸,啊,你说九,那个九几年的那会儿,那中国男族那会儿,就跟巴西能摆摆手腕什么的,就是虽然说技术糙点,但是,就,你说敢拼也好,或者说这个什么样,那都是,身体素质也好,都是,没有,一点问题没有的,一线肚子,腹肌,是吧,爆发力特别强,这个耐力特别强,怎么着,可能体力上一直都要有点问题,但现在你看那个男族,是吧,整天烤串,啤酒,啊, 这个,那个吃烧烤,然后一露肚皮,哎呀,白斩鸡,怎么着,这个什么,大花臂啊,纹身啊,小发型啊,弄得挺,挺溜,但是呢,这个球踢的实在是不大地,啊, 为啥,为啥中国足球,大家对中国足球不满到一个顶点了,太拉垮了,啊,尤其是大年三十,也不是大年三十,就是过年期间吧,算是,输给越南了,啊,这个就,就一路输嘛,就是,就,就,就没赢过,就包括是,其实说真的,这个,不是他跟这个,日本踢啊,什么的, 因为,不在日本踢的嘛,就,就是,都没指望他怎么怎么着,啊,都没有指望他能那个,就是说能,能那个,能赢日本,或者什么,那太扯了,你在你说输给越南,这,太,太没法让人接受了,何况,你这一次,你是买了这个,就是,规划球员的, 什么什么洛国富啊,什么,这都在那个,巴西那头踢的,你花重金买的这些人,是吧,到最后踢成这个水平,关键是你国足自己,你也不干净啊,对不对, 你这,工资挣那么多,然后给那个海参做代言,啊,赚这种黑心钱,那海参吃了有没有效果呀,你有效果,为啥不赢球呢,对不对, 这是这个事儿,那话又说回来啊,这个,咱就说这个,龚汉林,说这个小事儿, 也不应该说,我认为应该说,为什么,当然啦,这个我自己提一点是啥呢,就是说,说话分场合, 我有一点支持这个老徐,就是徐徐到来,他的那个就是说,可能还是说,他,我觉得不是,这小老徐说的不对,不是说智商不在下,是情商不在下, 就说,在一个场合,该说什么话,不该说什么话,这个,挺重要的, 就虽然说你说的是,哎呀,某国权,但是,人家大家也会把他,读,理解成是这个,中国,中国足球, 对不对,所以,就比如在那种场合,是不是应该说这种话,这个值得商趣, 但你说他这话说的有没有毛病,我认为一点毛病没有,啊,别跟我准什么,哎呀,那个,你行,你上,不行,别嗶嗶什么的,这种话呀, 我告诉你,听了太多了,我以前听到最多的什么,听到最多就是这个张艺谋,老毛子呢, 大家也知道这个一开始拍的什么什么,一个都不能少啊,什么的,拍的非常好,是吧, 可是后来呢,就是,就越来越拉胯,电影那个投资越来大,但是电影水平呢,越来越差, 啊,到后来甚至出现什么长城这种,就是,说句不好听话,跪舔这个洋人屁眼子这种, 然后来,张艺谋就是为这种,这种,就是倾向很明显了,说句不好听的,对吧, 哎,就盼着能给他发个奥斯卡奖,但是呢,这个外国人也是真不给面子,啊, 到以后也没给他发,所以好多人就骂张艺谋嘛,然后有,有的人就支持张艺谋, 然后人就说的就是,哎呀,你行,你上,那个让你拍电影,我就最烦这种话, 为什么,我说,树叶有专攻,啊,你说张艺谋也好,中国足球也好, 是,那个,那个他,他踢爆了,但是,说还是应该说的呀,对不对, 为什么不能说,啊,你说让我上,我肯定不行,我肯定没他行, 但是话说回来了,我如果比他行的话,那他活着干啥, 我问你,张艺谋是导演,中国男足踢球的, 我一个,我一个在公司,制造公司工作的, 我,我不会,我这个导演的东西,我一窍不通,啊, 踢球,我,我连足球就是啥,我可能都不知道,但是呢, 就是,然后他,他就说,哎,你行,你上,哎,我就说,我要是行了的话, 那张艺谋,你,你咋办,你死去,是吧,那你问,那个中国男足, 你踢球,你都踢不过我,那你咋着,你死去,你也死去, 对不对,这不抬杠吗,对不对,是,你跟我说这些, 但问题是,你要知道,你张艺谋也好, 你,你是这个什么电影学员毕业的,啊, 你是,是受这个老师指导,然后大把大把的资源供你掉钱, 是吧,这个什么烟火师也好,道具师也好, 哎,各种各样的演员,对吧,在你手底下, 大把大把的钱,在你手底下,啊,你拍个电影,啊, 是吧,这个几个亿,几个月,这个拿在手里, 那个什么,这些我都没有啊,对吧, 我都没有这些,我怎么跟你拼,对吧, 这个咱讲道理,对吧,这是其,其二, 就是,我没有这些东西,我还把你赢了, 那你,留着你干什么,你告诉我, 那个,你的存在的意义在哪,对不对, 所以啊,我就劝这个,就有些这个不明这个真相的, 不不明是非的这些吃瓜群众们, 你们少说这种没有意义的话,知道吗, 这个,有句话叫啥呢,有句话叫错交人打交正好, 不对就是不对,啊, 你男族这个千万年薪的时候, 是吧,那个给什么什么海鲜, 给什么海参代言,这个代言费拿到手软的时候, 啊,你就,你就是个人了,是吧, 你就该怎么着怎么着,你,哎呀,我就牛逼了, 怎么着的,哎,输个球,被骂一句, 哎,就不行了,就不能接受了, 你说你这是什么,讲,有什么道理, 你这,你这还讲不讲道理,对不对, 所以我就认为啊,这个,玩啥,不要双标,好吧, 就是,好多人的心态就是啥呢, 光知道,光看贼吃肉,没看过贼的, 这种心态我认为呢,不太对,啊, 另外,就是我,我也是第一次啊, 对这个就是徐徐到来,老徐, 我表达一点点的这种就是意见,啊, 这个就跟这个老徐呢,是有不同的想法, 老徐做了一期视频啊, 他是这个就是,他是, 他也不能说挺这个冯霄婷,挺中国男族, 但是他对这个中国男族呢, 他没有怎么太批评, 他反而他是这个在说这个龚汉林, 怎么怎么样的, 其实我感觉这个老徐啊, 他可能还是说对于这个, 对龚汉林呢,有一些个人的这种偏见, 我觉得啊, 他可能觉得,哎呀, 龚汉林这个形象气质也好, 他把这个上海,啊,拍个东西, 那个拍,拍上海人, 然后呢,就是把这个上海人拍的有点, 在他这个眼里呢, 就不符合他这个形象, 是吧, 这个,有点玷污了上海人这种这个形象啊, 怎么怎么着的, 而且呢, 他也说这个, 他觉得龚汉林就那意思, 没啥水平, 啊, 这个, 就是给通过给赵立荣, 什么捧啊, 或者怎么着的, 这种, 那我觉得, 我觉得这个老徐这一点, 说的不太对啊, 首先呢, 关于中国男族这边的话, 我都已经说完了, 但是我想说其次的, 就是说, 他这个想法不对, 为啥呢, 你要知道这种, 像赵立荣啊, 这个赵本山啊, 陈梅思啊, 这个档次的人, 就是这个在艺术主台上取得这种成就的话, 非常非常少, 凤毛麟角, 啊, 从这个角度上讲, 这个龚汉林也算成功的, 你都跟捧跟嘛, 咱们讲相声里的, 你主演这个配, 主角配角, 你金牌配角也是很好的呀, 对不对, 为什么非得要说这个争一个, 主角也好, 或者怎么样, 那你说这个大家看春晚, 是看他赵立荣的,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, 可问题是, 能达到赵立荣地位的人, 那有几个呢, 对吧, 能跟赵立荣的这个水平, 这个地位相提并论的, 也就是在春晚上, 我说, 也就是陈贝斯, 还有这个赵本山, 那也就这俩吧, 对吧, 所以说, 这有些话呢, 咱们不能这么说的, 对不对, 就好比说这个德云社, 这个郭德纲, 你说了不起, 了不起, 伟大, 伟大, 那于谦伟大不, 你不能说于谦啥也不是吧, 你不能说于谦, 哎呀, 没了郭德纲, 你啥也不是, 这个也不太对, 对吧, 不是这个, 我说, 龚汉林啊, 他能混到现在这个地位啊, 他也算是有实力的, 所以这个, 我建议老徐呢, 不要这么, 就是狭隘, 看这个事, 其次呢, 就是说, 可能还是龚汉林对这种, 就我觉得老徐还是应该放下一些成见, 包括, 就这个, 我之前看老徐的这个视频啊, 既有说这种, 比如说这个, 这次说这个龚汉, 他觉得龚汉林有点, 感觉还是玷汉了这个, 就上海人这种形象吧, 然后再有一个呢, 就是说, 就是说这个, 什么, 就是说这个, 呃, 说好多别的省的人呢, 对上海人这个印象不好, 啊, 有这种偏见, 我觉得这反而是老徐一种偏见, 啊, 这个, 我, 我是觉得相互啊, 开地图泡啊, 就挺没劲的, 对吧, 你说, 这个, 比如说从这种边远山区,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, 跑到这个上海去啊, 做这个, 做个, 做个南漂, 做个护漂, 是吧, 这种, 呃, 然后被这个本地人欺负, 被本地人歧视, 这情况有没有, 有, 上海人在别的地方, 遭到反向歧视有没有, 也有, 但这种东西呢, 你说不定不了什么, 你不能夸一下子给他, 扣一个大大的帽子, 啊, 我相信上海人呢, 本身也应该是那种, 开, 这个包容开放的这种心态, 对吧, 毕竟国际化的都是, 所以这种事呢, 我就觉得, 这个老徐呢, 这观点我不敢沟通, 啊, 我认为这个, 就是, 就是这个中国男族啊, 顶了天的, 也就这么回事, 啊, 就是大家呢, 不爽的是他这种态度, 就是德不配位, 啊, 然后呢, 还要就是说, 就跟个这个什么似的, 跟个这个巨婴似的, 哎呀, 我就, 就是我踢的不好, 我没干好, 我没好干活, 你也不能说我, 是, 这个怎么讲, 那个可能这个, 他这个收入是这个, 就是说应得的, 不是违法所得, 可问题是, 这个, 你, 我就想, 我就想跟你这么讲, 你在公司里头, 你不好干活, 你在这个公司干的不好, 那老板说你两句的这个权利, 或者上次说你两句权利也有吧, 对吧, 你不能说上次连说你的权利都没有, 上次说你一句话, 你都, 你都不行, 你都不允许, 这个也太, 就是说不合理了吧, 对吧, 行了,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, 如果个人表态的话, 我肯定是支持龚汉林的这种言论, 但是我可能觉得他这个说话的方式, 实际选择, 有些问题, 顶多算是情商, 稍微前非, 但是中国男主, 那就是得不配, 就是去赢, 好, 就说这么多, 谢谢大家, 喜欢的朋友们订阅点赞,